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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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大家好,欢迎回来《妄向编辑部》的《笑声旺新闻》节目时段 今集有我许刘生,还有纽西兰的尔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like我们的片段,最重要帮助订阅《妄向编辑部》的youtube channel 另外还有政向部再加上巴士充电器也需要订阅、点赞、分享 最重要的是多些回来欣赏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除了支持我们之外 我看到有些市民都非常支持 有关入境处新设立的WhatsApp求助热线 关于东南亚方面的卖猪的新闻 或者情报或者求助 什么差事都有 我们讲一讲 公布或发出WhatsApp的东西 不久了 大概接到136个电话 以及短讯求助 其实我很憎恨水深火热的情况 竟然里面只有4宗才与诈骗或者骗案有关 其余白状或者古灵精怪都比较好 原来是恶搞 蛤? 这样而已? 不是吧? 你这个恶搞的话 那个可惡程度是怎样呢? 真的要拿东西来电才行 要 要 这样的话 这就会影响了警方一个正常的救援进度 对啊 没错 所以现在是很麻烦的 如果你这样拖慢别人的进步 拖后腿 我觉得是相当之离谱 我今天一边留意着这些关于卖猪仔的消息 忽然间我就想到 为什么那些黄友不找国际线帮忙 当然帮不了忙 国际线盯着找尸 哪帮忙才行 多余 哇 怎么搞错 都是香港人来的 你们说到自己在国际之间这么有影响力 那你就向那些其他不同国家的国会 就去求助 跟着 再联手 就向东南亚这些地区 地方有好国家 没错 就施压 制裁他们 柬埔寨方面 政府方面 不作为 这些人渣 尤其是一些前黄友区议员 那个肥仔 余德堡 这些废柴垃垃垃 竟然让人抽水 做个忌招 骂警方 又说 什么司法管轄权 不要拿这些藉口 拿这些藉口 就不作为 你又你吵 警方也有警方做事 现在很厉害 很快就见到警方 今天来一个 迷你少少的案情简报 看到媒体也很快就来到了 可sir 何振东 今天就出来和大家聊聊 也是值得鼓舞的 怎么说呢 接到大约36个求助个案 上升到36 我觉得未来张竹军医生 有每天的疫情记者会之外 我觉得未来应该也有这些 卖猪仔的记者会 应不应该呢 卖猪仔求助个案记者会 每天都有人被报告有卖猪仔的事情 要跟进一下 这么多人 是的 36个其实是多的 一个都嫌多 我觉得应该要谈一口 許多人的证据 或者一些不同的人 一起谈 대해서 看看效 laís 到底下落 不如今次我们在网上版 帮警方 们做一个网上简报 一起谈谈 China 有三十二男四女 年龄 garuki 十九至五十七歲的當中 幾乎都是男的 四個是女的 但是去這些地方之前 可能要攔定精粗帶 那你怎麼去廁所 也要去廁所 麻煩一點點 可能逼你解鎖 最怕是燒 燒你的精粗帶 那你就會解開它 現在沒有這些東西帶的 可能你過不了安全的機器 立即叫你脫褲 我們先說一下 當中有十四個安全也是自由 十一個已經回到香港 有三個暫時沒有意願回來 從昨天的數字都一樣 有二十二個懷疑被禁錮 在柬埔寨 緬甸 和老窩 現在多了一個新地方 去到老窩也有 真厲害 不過都是附近的 都是那幾個國家 都是附近的 這裏我看到有些有趣的是 當中有十四人 人生安全自由 已經人生安全自由 為何會有求助個案立案才行 是否他們的家屬 還未聯絡到那邊的人 是否這樣呢 所以出現這麼多人的情況 其實有十四人根本已經沒事 也可以這麼說 較早前也有說 他們預訂不到防疫旅館 即是回到香港 變成他們滯留 不能通用下 預訂不到怎麼辦 大哥 如果你只是叫人生自由台 你是自由的 那你就在當地 找個地方住住 之後再慢慢去預訂 你已經是回復自由 你是沒事的 已經營救了 你是一個旅客 不過是這樣 由於他們埋了豬仔 但後來 不知道是否他們逃走 還是其他原因 這十四人當中 已經是人生自由 可能盤川被人搶走 也不一定 在這種情況下 連回都不能回去 那十四人裡面 有十一人已經回到 那三人為何不回 那三人還未肯回 那幾個 我之前有一節也提過 他們三人不是想報仇嗎 還是有其他想法 想回去繼續做 會不會這樣 還是要反攻 救其他人出來 可能在裡面認識到一些人 再回頭 三個有沒有辦法 我們回來說 三十六個個案裡面 原來只有一宗 涉及網上情緣 其他都是求職 一個就是為女死為女亡 一個而已 那也好一點 不是很多 一個而已 因此我們摸得到 大概路數的比例 即是集中火力 即是哄你 香港沒有機會去賺大錢 賺快錢 或者去柬埔寨 人工又高 消費又低 那是不是會叫做好些呢 所以那些詐騙集團 就會給他們一個e-ticket 讓他們可以坐飛機 然後告訴他們 去東南亞 從事賭場 或者地產工作 可sir再說 受害人 如果拒絕 或者去到當地之後 他們的詐騙工作 未能達標 往往會受到不人道的對待 挺有趣的 可sir用的形容詞 挺過癮的 不如我們一起聽聽吧 我也思考了一會 我的腦子轉了幾轉 才大概明白 可sir說什麼 他就說 這些人 雖然聽到數字 有20多人 暫時 以可sir或警方得知 他們不是那麼多 受到長期和有系統的身體傷害 這麼有趣的 那是不是有短期和沒有系統的傷害他們的身體呢 就是隨意 沒有系統 很隨意 有空都走過 年輕人 升你一巴掌 是不是這樣 又或者 心情不好 過來給我打兩槌 做這些 是不是這樣 是很隨意的 沒有系統的 我也是這樣 會不會呢 短期 又沒有系統的身體傷害 這些是不是有很多呢 應該得到 小時候有些同學是神經的 都是這樣的 他又無緣無故經過身邊 哇 他用一個鎚仔 拋東西打到背部 這麼厲害 鎚仔 骨都碎了 那些鎚 還好你用鎚鎚鐵鎚 不就死 即是鎚也很痛 是不是那些鎚鎚鎚 一聲那些 不是那種 不是那種 有些鎚是打木頭的 即是讓你不要打傷的 鐵鎚一打下去就有空 膠鎚打下去就不會有空 即是那種 那種是重的 嘩 突然間一吹打來 那些同學 瘋了 那些同學 這樣啊 那些是隨意的 隨意的攻擊 隨機 喜歡就抽你一下 沒有系統性的身體傷害 我都很想 如果我是現場記者 可sir請問什麼是 叫做長期和有系統性的身體傷害 曾經有受害人想著走的時候 就遭到掌掛 即是用鐵鎚掌打下去 暫時都沒有掌握到受到殘酷對待的資料 那有沒有身體的活摘器官 暫時可sir都沒有說 都說有還是沒有 部分的受害人也叫做成功逃脫 有些人說要不要去香港 阿台有沒有聽過什麼 密室逃脫的遊戲 我聽過 如果有些人想著去柬埔寨 或者去泰國 就去找工作做 嘗嘗那些 你或者也去密室逃脫的 練習一下 不是吧 要啊 例如鎖了手扣之後 要怎樣自己幫自己解鎖 即是在嘴裡 所以你用了一萬字獎出來 要不要五花大綁 然後被人扔到海裡 在海底裏解繩 要不要練習做這些 我好像一對海豚 一斬砍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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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砍 那些魔術師 如果是代替工答案 也做這些 哦 這樣也真的 那就這樣 不如留在香港,要这么多的训练 除非你的工作很厉害,做太空人 或者得到中国驻当地的领事馆帮助 也有些人自行逃脱,或者交赎金之后就逃脱 警方也是相当高度重视 也透过国际刑警和当地的执法部门 联系、外交部驻港公署也有帮忙 现在警方在前日到今天一共抓了五个人 原来他们涉嫌干犯串谋诈骗 即使卖猪仔引誘这些人去泰国 然后再转去缅甸、柬埔寨或者老窩 现在说这五个里面有两个似乎是骨幹成员 很厉害,今次警方做事真的可以说神速 这宗案只说了两三天 警方就立即抓到人 较早前还有议员要求警方做事 立即做给你看 你说香港警察在这方面都非常能干 而且也是非常有礼貌 我们经常看电影说 阿sir做事,用来教 我们有时候看电影 不知道哪些东西都是这样的 对不对 那我先说一下 我被捕的人士三男两女 年龄介乎17至51岁 全部都是香港人 有两个刚才说的骨幹 这两个真是相当实学 一个是23岁 一个是30岁 谁不忘了你们这些人渣 下一世投胎就在园区 或者缅甸、柬埔寨 你们这么喜欢探人去这些地方 你们第二世去那里住 在那里出世 做那里的人 应该今世就送这些人过去坐下才对 不要在香港习惯 今世就送过去就对了 不要等下世 不要浪费政府 不要浪费政府 不要浪费那里 那里有工作给他们回去 最多不行 要上班 做好点 勤力点 还有餐饭吃 好过来香港这些人 不需要浪费米饭养他们 这么喜欢骗人 骗了人过去 不只是害了那个人 而是害了那个人的家人 整个家人都非常担心之余 很可能也因为这样而破财也未定 但你这几个人 只是骗过人过去 我相信都是赚些佣金而已 是不是真的赚到大钱呢 这些三男二女都是在赚小钱 真的赚钱的人 都在当地的 在柬埔寨、缅甸、泰国当地 不停地去压榨这些被卖过的猪仔 压榨他们不停地做行骗的活动 不听话就打他们 再恶劣一点的 很可能 据说可能会有活摘也未定 并且夜晚做员工 夜晚还要做血牛 要他们抽血 那些血都可以拿去卖 真的赚钱 在当地那些诈骗手脑 他们才是赚钱的 这些三男二女 这五个人 你赚过鸡水那么多钱 你害人家 是搞得人家 不单止是跌钱 那么简单 跌钱也事少 万一没了一条命 你这三男二女 你还得到给人家吗 那是不行的 假如有命回来 小感觉的神 都手未长 也要说一点 你怎么比 我们说一下 地理位置来说 为何现在泰国 突然间成为了风眼 如果以地图或地形来计算 如果泰国在中间 没错 就被这几个国家围住 你以为西北那边就是缅甸 如果你看回地图地理位置来计算 东北面就是老窩 东南面就是柬埔寨 多棒 方方面面 都能过得到 没错 任君选择 看看哪一边 其实都可以 其实泰国应该整个园区 将这些人暂时在泰国困住 叫他们找些东西做 照找些东西搅拌一下 或者做古曼童也好 还是做什么都好 做和尚也好 总之先找钱 看看哪一边要人 缅甸要人 然后又说缅甸 老窩要人 不是老窩 柬埔寨要人 不过柬埔寨 刚才跟大家说了地理位置 一边是缅甸 一边是柬埔寨 看看你究竟是KK 还是哪一边 假如大家在柬埔寨 混了一段时间 如果再送你去KK 又要经过泰国 是不是有机会在那里走 如果真的会不会有国际刑警 还是怎样 就在那边铸守 还是怎样 这个我们不得而知 说一下说一下 好像那些职业特工队 都挺像 没错 有一段在东南亚 去到有些戏在那里搞的 是吧 嗯 所以这些就是说警方什么不作为 还是这样那样那些 就是什么特区政府不做事 我在节目中也提过 如果阿sir在做事的时候 说出来 我今天跟谁在联络 我现在准备上去捉 他们的五个人 这五个人都捉了几天 其实都一年几天 逐个逐个逐个去捉 如果说出来 通了天 都走了 不用做了 没错 不用做了 现在警方 应该都捉了这五个人 慢慢问 再去起获他的手机 或者通讯设备 有什么跟他联络 我想那个机会会高一点 找不可以找到那些人出来 例如他买的e-ticket 的资料 还是怎样 究竟送过去之后 对方的接投人究竟是怎样 我想这方面 好像我们看警匪片 什么国际部 什么部 警方 那时候无间道第三集 什么司法部 很多不同部门 跟哪个国际刑警 在一起 说一下 谢霆锋 和周杰伦 有一部电影 《逆战》 是吧 不过那一部 是关于那些 细菌 疫苗 发生的地点 又抢人 发生在马来西亚 不是泰国 现在泰国 究竟会怎样 我觉得 绝对不可以忽视 也不可以听胡慧聪 说完 就当是真的 胡慧聪 又胡慧聪 去说生活 究竟是怎样 台湾 内地之类的 华人 针对的 只是华人 对吧 那当然 如何都好 就算是过去住也好 还是要小心 我问他 我问他 你用什么形式 去泰国住 我问他 他担不担心 因为 清迈 再对上 就是现在 等一等 中转站 再看会不会 送人去 缅甸 那边 究竟会不会 他说 他用的形式挺有趣的 有一点像 旅游 VIP客 包包你住多久 24小时 会有人接听你的电话 有什么服务等等 但当是移居 不是移民 当是住五年 甚至乎 配件 你给个年费 好像入会费 挺有趣的 之后 就好像说 去泰国 在机场的时候 会有人接送你 这么好的 不错 挺有趣的 当然 你给了会费 挺有趣的 泰国国家自己 搞一些会员制 让你可以在泰国住 有些人可能以为 在泰国生活很便宜 或者服务 那些食物都很优质 都很过瘾 你当是泰国旅行 不过 他们在泰国方面 已经收了会费 有些人问 泰国好没有住 除了热之外 我想 香港人过去 有一个很不惯的 就是 他们那些食水 一定要订水回来喝 内地也是这样的 内地有不少地方 都需要订水喝 习惯的 习惯是没有东西的 水是自动送来的 你订开就 但是泰国的情况 是夸张到是怎样呢 那些水 连用来洗菜 洗饭 都不行 是这样的 内地 也未去到这样 因此 泰国生活 你习惯不习惯 是有些难习惯的 还有 要习惯才行 还有那些蔬菜 可能你看到 不是 吃泰国菜 有很多东西 但当你在那里煮的时候 你会发觉 那些蔬菜 那些款式 原来不是那么多 可能吃来吃去都是芥兰 也是芥兰 还有 可能太阳 晒得比较厉 因此那些蔬菜 是很大棵 不过很老 很粗 很粗 很老菜 很难搅拌 当然你也可以买到其他的 不过如果你说入口 进口 因为那些蔬菜 就太厉害了 是厉害到你不相信那种 所以也会比较少些去买 当然 你说我喜欢吃当地的东西 你也可以 好了 我们谈谈泰国生活 有机会再谈多些少 现在 对于警方今次的行动 我们真的要给他一个赞 如果那些人渣 许智峰 什么罗冠聪 又说到自己国际线 这么厉害 如果也借着这件事 在那里骂特区政府的话 请你 你这么厉害的话 你找看看 没有什么外国势力 可以帮忙 然后就向老窩 泰国 柬埔寨 缅甸 去施压 等他放人 最好 对吧 没错 看看他们能不能 他们当然做不到 什么国际线 根本没有什么线 只不过是知道如何联络其他人 你说能不能够办 这些犯罪集团 当然不行 这些犯罪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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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次先说到这里了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